从黑夜到白天空袭警报响彻云霄 惊心动魄的轰炸铺天盖地 乌克兰街头还有枪声不绝于耳 城市里弥漫着烟消味 这是还在乌克兰境界 能实际看到听到的 从外太空看到的更是触目惊心 面对俄罗斯一大车 举压境一下子就能派出大批的部队 不难感受出俄罗斯军事实力的损厚 根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评估 乌克兰现有部队人数还不到俄罗斯军力的四分钟 军机架次更是只有俄罗斯的十分之一 跟俄罗斯一年高达458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相比 更是小屋见大屋 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一旦出动远程打击的实力 从本土到克里米亚所在的黑海都能发动攻击 还有完整的铁路还有军事网络补给 甚至掌握核武明显比乌克兰具有优势 注意计算 上升 但专家认为俄罗斯目前出名大约20万人 跟乌克兰现有的部队人力差不多 加上乌克兰要求境内18到60岁的男性参战 大举征召90万的后备部队 也让这场战事并不是一面倒 另外海外支援更让乌克兰有继续撑下去的本钱 美国其实从2014年以来 已经提供乌克兰超过25亿美元的军事武器援助 华府更首次批准直接向乌克兰交付 刺针变析式的防空导弹 欧盟也破天荒动用资金 为陷入战乱的国家采购武器 芬兰瑞典都纷纷表态愿意提供军事援助 因此专家认为这场恶务战事可能不会这么快就结束 军事专家研判如果变成持久战 对俄罗斯来说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优势 也因此尽管两国战力悬殊 这场冲突依旧打得难分难解 TVA新闻总部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